下的話大家可能會有個問題 因為這個這個裡面有一個陷阱 什麼樣的陷阱 就是說呢 像這個從開始提取四個 用MID 就是 你這個地方用Labs也可以啦 不過因為他這裡面有提到用MID 那我們就用MID 那比如說呢 這個地方我用文字類裡面的MID 當然找到MID 開頭的 那你給他他要的文字 從第幾個呢 從開頭那就意思 就第一個字 要幾個字要四個字 那理論上這邊應該出現的是 0551嘛 按確定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出現的卻是什麼 裡面的公式 OK 那為什麼呢 其實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 這個儲存格裡面 按滑鼠右鍵 你會發現儲存格式 它是文字 也就是說呢 將來如果你希望是得到最後的結果 你就不能用文字喔 除了格式裡面如果被 設定為 文字的話 那你只要打勾 他就 顯示為公式 他不會把結果告訴你 那但是如果你要恢復 原來的 原來的狀態的話 請你切回到通用 再按確定之後的話 不過現在還不會 不過現在還不會Walk 你要怎麼樣才會讓他恢復 請你游標 點擊 資料編輯列 再打勾一下 結果就恢復了 那如果未來你看到了 那這種狀況可能發生的機率不高 但是如果你遇到了 就是奇怪為什麼我輸入之後 跳出來不是結果 是我輸入公式的話 那你就要直覺的 要 記得 原來 格式 裡面是被設定為文字 這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之前蠻多同學 剛好 坐到這裡就過不去了 因為他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顯示公式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再切到那個 這個 做個練習 那如果假如我 規定要用REP加LEM的話 那這個規則怎麼做 把那個門號串接起來 所以這個也是串接 一定雙引號09 雙引號表示這個字串 09這個字串 串接 串什麼 如果你要跟什麼 跟儲存格串的話 那你一定要END END11 那這個 變成 那你可以打勾啦 你可以不需要一次 從頭做到尾 你可以先讓他0911出現 然後面的話你再串接 串接什麼呢 串接一個那個 這個減的符號 MINUS符號 OK然後呢 再來END END後面呢 如果你要什麼 再串接 幾個0 OK 那幾個0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REPT REPEAT0 REPEAT幾次呢 根據這個儲存格裡面 它有幾個字 用3去減 3減掉 這個儲存格裡面有幾個字 那我就知道重複幾次 所以你可以先 自己打REPT好了 因為這個REPT 那你一邊打它會顯示出來 REPEAT 它也會顯示告訴你 什麼文字 好那雲引號 你先打完你先打勾一下看看你有沒有打錯 有沒有 0 那 這個REP只是重複幾個0 那後面呢再串什麼END 再串那個G4 再打勾 有沒有 084 那後面這個是一樣 的 的邏輯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邊的 這個地方按 選取之後複製 啊記得喔 從END要複製到 再移到後面把它貼上 這時候串接什麼啊 不過 G4 請你改H4 G4 改H4 打勾 看一下 如果沒有錯的話呢 那就大功告成 OK 把它向下填滿 完成 OK 特別主要其實比較難的應該是 重複 幾個0 再串原來的東西 OK 這個不用死背啦 只要了解邏輯 你應該可以做得出來 但是 這個方法 其實 還是 不太容易 其實比較容易的做法應該是類似像這樣 假設這兩個除尊格 除尊格式裡面 會有個制定 假如說我希望把它格式成 三個 那你可以輸入什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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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意思是說 我要三位數 如果不足 自動幫我補0 按確定啦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如果補一個0 0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呢 它自動會變成 類似像 084 007 可是你會發現你點選 實際上存在什麼呢 存在裡面的資料 它其實還是7 那只是說你的格式 指的是外觀 看到的是007 但是實際上存在以色 還是7啦 不會改變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 去改變它的話 這個除尊格格式 它有對應到 有一個 這個 函數 那個函數剛剛有提過 就是Tesl Tesl是什麼 一樣是格式化 但是它不是像剛剛那個是 表面格式 而是真的幫你把 你要轉換的 轉換成你要的文字 OK 那所以其實 我們這個地方可以把 REPT 這個邏輯 改成Tesl 其實有時候會更快 至於怎麼改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那待會也許把這個 再複製一個吧 Ctrl加按住拖拉 這個也許把它改成用Tesl OK Tesl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在這邊做修改 也可以綜合練習 那另外等一下還會 再拉一個 也許再複製一個吧 這個地方可以再把它改VBA VBA 那VBA基本上呢在 Excel裡面呢 基本上會有兩種形式 哪兩種形式呢 第一種 就是直接按鈕 按下去就好了 有沒有 按下去 自動全部幫你填入你要的 這是 第一種形式 VBA的第一種 第二種形式呢 就是用什麼 插入函數 裡面呢會顯示一個叫 新 使用者定義的 有沒有 如果你以後制定好的 函數 都會放在這裡 好 那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定義兩個 一個是手機函數 這個函數呢 就是一個蘿蔔的坑嘛 我想你看懂 應該就知道怎麼做啦 完全不用思考嘛 有沒有 只要知道有這個函數就好了嘛 按確定 點兩下 就完成 但是 這個函數呢 還是不足 為什麼 因為他需要跟他要三個 三個東西 那就會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一次就選三個 有沒有 刷一下 給他一個範圍就好了 所以這邊會有第二個變化 叫手機 函數 加個範圍兩個字 他不會給你三 他會跟你講說 你跟我講電信業者的範圍 範圍指的是三個儲存格 丟過來有沒有 一二三 然後你自己在切割 放過來 一樣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那這個是 VBA裡面的 第二種方式啦 第二種 這個呈現的方式 那這個就是一個方選 制定函數 那怎麼做我想 待會我們按部就班 就是一請你先把這個完成 二改成Test 再來就是VBA了 前面兩個是使用函數 畫面先還給各位 後面那個VBA 會稍微 又增加一點點難度了 如果完全沒有接觸過程式的同學 今天可能是你 第一次 撰寫那個程式 那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那麼複雜 因為邏輯上 跟剛剛的那個部分是一模一樣 只是換個環境 可以囉 試試看